這個舒婷 這個是我剛剛播給觀眾朋友看 今天下午陳時中 這個重要的記者會他的說法 那一個孩子出生選擇了什麼國籍 決定了他的命運 在這一場武漢肺炎的疫情當中 我們看得更鮮明 投胎在美國的孩子 投胎在中國的孩子 此刻投胎在台灣的孩子 他們面對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生存的機率 沒有錯 在這個瘟疫蔓延之下 每個國家他們有不一樣的 醫療的能量跟能力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給予的待遇 也會因為這個國家的能力而有所不同 那陳時中講的意思就是 我們會依據我們的量人 來決定我們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畢竟當我們超過我們的量能 負荷來接受病患的時候 最有一個可能就是 我們自己造成另外一個破口 所以我們希望人道 但是我們也必須考慮我們的能量 所以他做出這樣的一個決策 為什麼 因為有了一個小民 會不會有千千萬萬的小民呢 我覺得 大家有些人說 這真的太不人道 他一個小孩子 你怎麼忍心不把他接回來 那必須說啦 因為這個 有一些個案的情況之下 本來是可以說是專案審核 專案審核 比如說以小民的故事 小民呢 今天跟從昨天到今天 應該已經是我們的熱搜關鍵字了 就是到底小民是誰 小民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我先跟大家解釋小民的故事好了 就是呢 本來呢 陸委會他們昨天是開了記者會 意思是說呢 他們要開放一些人可以回來台灣 什麼樣的人呢 就是說他可能是我們的台灣的中國籍配偶的孩子 或者是一個國人 但他沒有國籍 但他可能有一些長期拘留證 或長期相關的工作證或什麼證之類的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大家想說 怎麼會在這個當下決定要收更多的人呢 因為老實說我們還有很多的台商 甚至你看鑽石公主號或其他地方 都有很多人還沒有被接回來 為什麼會在這個結局也公佈這樣的訊息呢 於15開始整個灶就爆炸了你知道嗎 所有的LINE都在說現在到底是搞什麼 後來呢果然五個小時之後呢 陳明東主主要趕快說 不是不是 其實但是專案的考量嘛 所以他就說一個小便的故事嘛 因為老實說你不說小民的故事還好 所以小民的故事他就覺得有聽沒有懂啊 因為他說假設有一個小民 小民就是他可能獨自留在海外 然後他爸爸媽媽都不在他身邊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他本來在那邊的 可能可以照顧他的人也不在的情況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他回來 結果其實這個其實是有真實個案的 那這個真實個案的小孩理論 他其實是在日本 他在日本就是說呢 他其實是跟他的媽媽一起去日本 可是呢因為媽媽是有國籍的 可是他沒有 所以等於要回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針對中港澳的人 已經不能進來了嗎 所以他情況之下媽媽其實是可以進來的 但是孩子進不來啊 所以這個情況下是想說 總不能讓孩子一個人留在日本 所以是想說有沒有可能讓他進來 老實說呢 如果你把故事說清楚 大家會不會想說 這個情況下或許可以討論 可你把它擴大成通案 大家就嚇呆了嘛 因為能量可能會有問題嘛 於是乎不得已 陳時中今天只好做這個決定 就是我們只能量能行事 但為什麼要量能行事 因為我們一直在跟這支病毒賽跑 跟這支病毒競技當中 包括今天賴明照 就冠狀病毒專家等 都說事實上這支病毒跟真的 好像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厲害 那我們在講說這支病毒很厲害的 情況之下呢 很有意思的是 川普這位川皇 就是川普先生呢 他跟這個習近平通過電話之後 突然間就說 應該這四月會好 因為天氣要熱了 所以這支病毒呢 四月會好 他是說習近平跟我說 這個疫情四月會好 會好 然後習近平好厲害 可以掛保證 對當時我們在想 這個 然後接下來呢 沒有多久之後就是 昨天應該是昨天或前一天 就是中南山在接受路透社的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也提到說 在他來看他希望是說 接下來的二月中下旬之後 可能是這一波疫情的高峰 然後接下來會迎來轉折點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四月這波疫情可能終止 可是大家注意的 這個四月疫情的終止應該指的是 假設中南山的推論正確的情況是假 在中國 在中國的地方有可能緩和下來 可不代表在世界其他地方 現在正在醞釀當中的部分社區感染 也是同等待遇 這是一個問號 第二個是為什麼 還另外打上一個問號 因為中南山在 我要沒有記錯 應該在一月多的時候 他有講過 接下來那十天是高峰 後來我們發現沒有 不只是那十天是高峰 因為現在還在高峰 但是有趣的情況是什麼呢 除了這個說四月可能 說不定真的可能疫情會趨緩之下 許多好像好消息也慢慢出來了 幾個好消息 第一個叫做藥出來了 因為藥出來本來呢 還只是一個臨床試驗 都還沒真正開始的藥物 在國外是一個二期 可能三期都還沒做藥物 可是在中國 這也很有意思是 原廠藥都還沒有問世 都還沒有臨床試驗完 可是學民藥已經說我們準備好 我們要做了 好 而且要大量的 而且可能有機會 對對對我們有機會 我們願意貢獻給人類 然後瘟疫在這一波的瘟疫中 貢獻我們的心理 我們已經做好了 所以他們出了出來 第一個要出來了 第二個疫情可能要趨緩了 第三個很有意思 如果大家觀察這兩天 這兩天的新增案例 當然還持續在增加 可是已經連續兩天 新增的案例都比前一天少了 就是連續兩天呢 持續大概都以20%的速度 再降低這個新增的確診案例 然後於是乎呢 外媒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形容詞 他們說難道這是一種強迫降溫嗎 就是說各式各樣的舉措 是有計畫的希望它降溫 為什麼需要降溫 因為再不降溫 我打得差喔 假設合理的邏輯 如果武漢跟湖北 當時沒有因為春運 外流500萬人口 那確實把它封城封省 那這是一種滅災的可能的降溫 而且很有可能封一個月 它的高峰就暫時告一段落 假設它做得到 那只是中國的疫情是它失控了嘛 它即便封了 可是封的同時 它承認溜出來500萬人 500萬人很恐怖喔 不是五個人喔 是500萬喔 所以當時你記不記得在1月31號 在國際期刊發表的那篇論文 他為什麼 他就是用他當時的人口量 以及可能跑出去的人數 他做了一個以及航班 他們跟其他各地航班的這些運量 他做了一個數學模式的估計 他當時是說高峰在4月 所以可能鐘南山這一次在觀察這個之後 他突然間覺得高峰就是接下來這半個月 之後就會轉折點 那他的依據或者是 未來會不會有一些數學訊息出來 我們可能期待下面的期刊 可是我們必須說至少在這兩天的確診病例上 你可以看到 他有意思的是 他真的確診病例開始往下 而且以大概都兩成的速度在下降 所以才會有外媒說 這是一種強迫降溫的手法嗎 為什麼他們說要強迫降溫 因為包括路透社 他之前就寫的 在不久前寫的一篇就是說 他們的消息人是指出 就是說 因為老實說如果再這樣子繼續下去 他沒有被肺炎 充分打擊的話 他也會因為經濟的因素 遭到太大的打擊 所以當時呢 據稱中央就有傳遞出訊息是說 你們這些過激的措施 會造成經濟過度的受傷 所以要大家不要太過分了 包括你這些沿海各省市 硬是不讓人家外省的民工進去開工的 不分青紅皂牌也不檢驗 不讓人家進去的 這些手段都過度激烈了 所以他覺得這些消息人士暗示出來 就是中央希望你要降溫了